我们现在咱们在去盲坑的路上这里堵住了 不管是什么车 1250还是750全部堵在这里 后面特别特别的长 咱们把无人机飞上去看一下 看那个前面修路那边有多远 看下后面堵了有多远 现在飞机往那边飞去了 待会往那边飞过去看一下 看前面堵住还有多远 这路段是由巴塘往盲坑方向 地形是由峡谷向平原过渡 海拔是逐步攀升的 像我们现在所见的这种峡谷路段 是因为离尸流或者是修路 种种原因导致堵车 这样的事情是已经屡见不鲜了 通过无人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出 车队早已经是排成了长龙 然而前面的施工队 也是在如火如荼的施工当中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江 是金沙江右边围西藏地界 左边还是四川管辖地界 所以经过金沙江大桥的话 咱们也就正式的踏入西藏了 有好长的距离啊 对我的天哪 顾面车都不晚了 那边 这辆11万8好像是 10万508好像是 那个750好像是11万多点 这个1250是20万多点 然后呢我最卡号的是那边那个 你们到哪里去啊 这这床面吗 对就是 这这床面 你这边起码起码有400斤了 帅提 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什么吗 重不重吗 重不重 挺重的 挺好的 请慢点啊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等待 道路终于是抢修通了 作为高通过性的摩托车 那肯定是一马当先嘛 像遇到这种路面 不管是宝马的1250 还是宝马的750 都得给我垫着脚走 像我这样菜的技术 甚至都差点摔车了都 毕竟你们看 这宝马的1250 都还要人服对不对 当然这样修路造成的交通管子呢 都是两边同时进行的 甚至一段路有好几个这样的管子点都说不一定 这波咱们又遇到了一个好玩的 前面又过不了了 这里海拔很低 两千多 哇 这个是沙呀 我的天 这么沙 那哪个还安逸啊 走开呀 走开呀 海拔后面又翻了 对 把它推着跟后面 走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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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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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去 走下去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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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堂到盲康 一路过来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峡谷 峡谷里面流的水 甚至都成了赤红色 哇 朋友们你们看 江里面的水居然是这个颜色 这峡谷太陡了吧 全是这样的 从那边一路过来 全是这样的 在随着海拔的周围潘山 道路两旁原本绿玉的草地呢 也变成了金黄色 接着一个下坡 就到得了咱们今天的目的地 芒康 又到达芒康了 我还记得上次是在这里吃的饭 然后酒店是在这个后面这家酒店 是和小一副来的那次 这次又到这里了 好熟悉 这里前面是个转盘 这个位置 一会儿跟大家讲他们联系 然后呢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 我是阿比阿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